在晚上八点准时开场 直到十点十分预演结束 由于开幕式内容属于绝对机密 所以我们只能从进场的演员 和他们的道具中揣测彩排的景象 巨大的锣鼓和龙头 凸显了浓浓的中国传统特色 据悉在昨晚的整个彩排过程中 秒巢内定未然放烟花 领导人制作过程也是模拟完成的 虽然对于许多观众最大的愿望 是能在现场看到圣火点燃 不过昨晚的预演没有让他们如愿 彩排没有出现点燃圣火的环节 而目前为止 谁将担任最后一棒火炬手 并且点燃主体渔场秒巢中的圣火盆 依然是个谜 据悉在8月2号和8月5号 还将举行两次彩排